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有网友问及预防三高的汤水 我最近介绍过了 今次说的是预防三高的一种蔬菜 我们叫它白菜之王 它的名字是绍菜 有些地方叫它大白菜 或者叫黄牙白 它对于预防三高很有帮助 它因为营养丰富 有多种维生素 毛基盐 纤维素和碳水化合物 中医方面 认为这个菜由养维生军 除凡解渴 利尿通便 同时可以下气消食 清热解毒 有各种功效 在三高方面 为什么有帮助呢? 先说一下它如何降血糖 因为它没有这个 淀粉质和蔬糖 热量又低 纤维又高 所以可以延缓 餐后血糖的上升 它丰富的 纤维素还能清除 糖尿病患者在糖代謝过程中的自由基 所以对于防止糖尿病 有很好的效果 第二就是胆固醇方面 因为它没有 淀粉质蔬糖 熱量低 纤维高 所以可以延缓血糖的上升 除了这个之外 它还可以调节 体内脂肪的代謝 抑制胆固醇在血管壁上的沉积 增加了血管的弹性 可以有效地预防动脈硬化和心血管的疾病 第四是降血压方面 因为它有丰富的甲元素 又少纳 在这方面可以帮助排除身体内多余的水分 减轻了心脏负担 同时也可以降血压 这个咖喱蜜 未四季都买得到的蔬菜 真的是首选 所以称它为白菜之锅 真的没有说错 它食用的时候最好是 加些豆腐 因为豆腐有蛋白质脂肪 两者配合 相得益彰 同时如果是吃肉的朋友 用肉也很好 因为除了营养能够互补之外 这个菜的丰富纤维素 还可以帮助胃去消化这些肉类 就可以减轻胃的负担 第三样 可以用醋一起炒 醋漏这个草菜 因为它可以有效地触进身体排毒 因为草菜本身有丰富的食用纤维 可以通肠排便 它所含的维生素斯 也是很好的排毒 养颜的作用 同时 酥可以足进人体的生存代蔬 就可以加速排毒 而且特别是妇女可以多吃点 这个草菜 因为它可以降乳癌的发病率 的 因为美国纽约基数研究所的科学家发明 他说中国和日本妇女乳癌的几率比西方的低很多 因为他们时常吃酵菜的缘故 酵菜里面有一个微量元素 它是能够辅助分解和乳腺癌相接触的刺激素 而且它还有微量元素木 这是一个金字眼睛的木 这可以克制人体里的亚硝酸胺的生成 亚硝酸胺是致癌物 所以对于防癌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虽然这个菜那么好 但要注意禁忌否则就浪费了 首先不能煮太久 避免维生素被破坏 同时因为它本身比较有寒性 有通便清热的效果 如果吃得多就会导致你吐射 所以有些坊间的传说 就说年食三天这个酵菜就可以排完你的宿便 这个是有点夸张了 不过多吃它是可以帮助你排便 这个是真的 因为它性寒 所以你是戏虚胃寒 容易吐射有肠胃炎的肠胃病患者 不适宜吃那么多 好了 还有很多人喜欢把它来腌腌 这个的乳酪 就是将生的酵菜来 加香料去腌 因为经过腌制而成的酵菜 它是不止保留大量原本的营养物质 还因为发酵过程 新产生的有基酸这些生化物质 是可以触进人体血液的循环的 但是如果未经叶透的酵菜 就不可以吃 因为是容易会中毒的 所以大家知道这个 这么好的白菜之宏酵菜的功效 和禁忌之后 大家是不是吃得更加安心呢? 好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